9月底,大S首次邪现任丈夫剧俊叶一起拍摄的杂志大片时出 虽然两人被很多网友不看好,但有一说一,这组大片拍得还真不赖,大S和剧俊叶越来越有夫妻相了 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时隔一周,又一波新的狗粮也安排上了 大S和剧俊叶维时尚杂志拍摄的大片之前已经流出,大家只是看到他们的很多亲密造型,并没有了解他们在拍摄这些照片过程有多甜蜜 现在花絮流出,无法想象双方都已经四五十岁的人,还能如此亲密不停 10月6日,大S在善幕后花絮,连续分享过了三段和剧俊叶的恩爱视频,画面简直比大片还要甜 视频中两人重现了他们时隔二十多年,重新联系彼此的一幕 徐熙元和剧俊叶结婚半年左右,两人如胶似漆,他们拍摄杂志的花絮里非常甜蜜 徐熙元非常喜爱剧俊叶,不愧为二十多年前的真爱 徐熊叶给大S发信息,大S掏出手机查看,随后两人变跨越国度,重新牵手走到了一起 大S在发布视频的同时,还配上了文字,再次讲述了两人重逢的经过和心境 徐熊叶没告任何期待的打通电话,大S透露自己当时是非喜交加的 二十几年前分手时就用的这个号码,后来徐熊叶搬家,双方完全断连 而自己也是刻意不想换号码,至于原因,他并没有提及 接下去的故事也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 徐熊叶问大S和汪小飞的感情处理干净了吗?想要去找他,但因为疫情,只有家人的身份才能见面 于是欧巴就在电话里求婚,我可以当你的家人吗? 徐熊叶是歌手,而徐熙元是演员,歌手和主持人 在爱情面前,他们没有年龄的界限,更没有地狱的差距 依然爱得很释然,没有在乎别人的眼光 另一段视频中,两人高调秀纹身 夫妻俩脸贴脸同旷,互相用纹了婚戒的手指遮住彼此的脸颊 二人食指相扣,婚戒抢镜 其实原本聚俊叶是想买钻戒的,但是大S提出要用纹身代替,于是聚俊叶买了机器,一度拿自己的肉做练习,这大概就是中年人的浪漫吧 他们都喜欢刺青,都希望在对方的身上留下爱的印记,这可能是年轻人玩的爱情游戏 但中年的他们没有顾忌,更没有妥协,介子试文的,还有两个人的名字,这些都是共同的爱好 两人首次高清展示身上的另一处情侣纹身,这段英文为Remember today的forever,意思为记得要永远在一起 这曲字两人都很喜欢的一首歌的歌词,大S身上的纹身还有底色,还是聚俊叶亲手掉的 聚俊叶为了爱情远走他乡,和徐希元生活在一起,照顾他,宠爱他,这可能才是真爱,没有世俗的偏见 他们更没有因为年龄的影响,依然爱得热烈 他们充分释放彼此的热情,让大家看到什么叫爱情,可能有人认为很恶心 那是他们没有爱,更没有感受到爱,也没有人爱 在视频的最后,聚俊叶亲妻子的侧脸,大S如痴如醉 第三段视频中,也是二人的甜蜜花絮 拍摄之余,聚俊叶拿起手机自拍,大S亲吻其脖子 聚俊叶时常感恩自己能娶到大S,他说自己上辈子一定拯救过银河系 他称自己没那么多的时间了,不想和大S在猜忌中度过 此生都会爱他胜过爱自己 视频中还有聚俊叶给大S的另一只手的无名指带上钻戒的画面 不知是不是品牌赞助的 其实聚俊叶还是为徐熙元买了钻戒 谁说没有 徐熙元喜欢刺青所以才纹了戒指 目的就是打破传统和保守 让两个人的爱情释放天性 这才是真爱,无需解读,更无需退让 两人的花絮中充满了欢声笑语 和爱的人一起工作显然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难怪大S颜值回春,状态确实比和汪小飞在一起的时候好 抛开其他的不说,聚俊叶和大S的感情真的很浪漫 偶像剧都不敢这么演吧 现在聚俊叶为了大S,离开了自己在韩国的家人 并居在台湾,两人为了爱都很勇敢 能够将平凡的生活过成偶像的世界 看来只有徐熙元和聚俊叶能够做到 他们都深爱彼此,不在乎非短流长,勇敢的亲吻 告诉对方爱情的意义,就是热烈地表达彼此的爱 再美好的爱情都离不开一日三餐 徐熙元并没有彻底离开鱼圈 因为身体的原因他不可能去拍戏 但他可以拍摄广告 现在和聚俊叶结婚 聚俊叶负责赚钱养家 所以徐熙元会给他安排经纪人 提供演出机会 毕竟爱情要想知凡夜貌 必须有着物资的供给 在聚俊叶的世界里 徐熙元变成了二十多年前的小女孩 他充分享受着这份爱 没有忌讳 更没有胆怯 以前的婚姻让他疲惫不堪 现在的爱情让他重返少女时代 可能有人认为他小 也有人可能会认为他很会眼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和他都找到了美好的爱情 遗憾的是两人大概率 是不会拥有自己的爱情结晶了 但不得不说 能取到大S确实是聚俊叶的福气 如今他不仅有家了 而且身价也跟着上涨 事业回春 聚修大S的资产也比聚俊叶更高 或许这回真的是聚俊叶高攀了 有人说徐希元和汪小飞的结合是一个错误 因为他们都不是一个圈子的人 所以从好奇到厌倦都是互相迁就 现在不同了 他们都是同一类型的人 所以活得开心和快乐 最重要的是他们彼此吸引 更是彼此不离不弃 聚俊叶可能会飞到韩国演出 但他还是会飞回徐希元的身边 他说因为有家庭有爱人 让他有归宿感 或许他们有一天也会厌倦 希望这一天的到来会更晚一些 因为他们彼此都很相爱 错过二十多年 现在有机会在一起 是上天的恩赐 让他们再次相遇相识相恋 爱情的最高境界不是名利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爱人在你身边 彼此珍惜 彼此接纳